二手衣服和古着是两件事 二手衣服是不要的衣服 古着是有价值的衣服 值得去操作 等于一个古董 我是A West 我是Luda的负责人和设计师 我收藏了古着超过二十年 大约二十年前 中学时期 那时真的会看日剧 日剧很热 看Long Vacation 接着是Love Generation 穆穿日本时都很流行穿古着 真的去美华士道 特意找蓝师傅 反而真的认识多了 很想去研究就是去日本读书 因为日本很多古着店 试过去有些店铺 第一次去到 真是大开眼界 哇 很多未见过的东西 好像去博物馆 但你可以碰 还可以试着 我想古着店的吸引就是这样 每个国家的古着都有不同 例如近年日本就一定是和服 法碑 菠萝 美式古着就是传统下来 一定是牛仔裤 牛仔布 中间还有很多 例如美国的军服 这个角落就是法式古着 例如我手上这件 就是French Worker的五六十年代的工人服 Moleskine就是法国发明他们的布 一种棉布是法国生产的 它就是比较厚身一点 厚身得来 但它是软 它经太阳这种蓝颜会脱色 会变浅 没有美式股就这么硬 这么大件 那种感觉 这么粗犷 它比较优雅 很多人就会不敢着着 或者觉得那些衣服是死人穿过的 例如几千年的古董 其实他都经历了 死了很多人 经历了很多代 你不会说怕那个法晋人 但为什么你怕这件衣服 其实一样 一样东西不一定是新才是好 旧都有旧的价值 全部新的东西都是由旧来的 没有旧的东西就没有新的东西 古着有过很多历史 很多学问 不只是一件衣服这么简单 很多人当了它是 fashion 当了它是潮流 其实他们只是 现在兴建N1 其实他们不知道N1是什么 过了一季 不兴建 那就不要了 或者扔掉它 这个是我最不想见到 因为潮流就是这样的 一定有高有低 因为我宁愿估计是 好像慢慢地在下面 平飞慢慢发展 因为以前的衣服 又不会突然间增加 即是发展得太快 反而破坏了一件事 让它慢慢发展 好像一本历史书 有这样门 给我们 下集时间 在宣布 下集时间 下集时间 万一 下集时间 直接